好直播呢台中北屯有一间卖嫩仙草的店家 他在凌晨1点20分的时候 接到客人这样的私讯 店家呢po出和客人的截图对话 客人呢先是问老板说 现在还有仙草吗 接着贴出了商品照 紧接的询问呢 预言的这个还有吗 而店家这时候回复了 表示呢已经凌晨1点20分 建议客人如果要吃的话呢 就把这张图呢拿去超商印出来 然后点火放进一杯水里面 水喝三口呢就可以保平安 这样也比较会有饱足感 结果呢一看到这样的对话 客人也怒了 反问店家没有就没有 有必要开这种玩笑吗 店家也不甘试作 继续回应 不然给我一颗新复评 然后要记得说这间店凌晨1点20 没再卖仙草 也接受客人的复评 迎来网友讨论哦 那我看完之后 其实我本来都已经在休息的时间 只给我说 我等一下10分钟过去哪 你可以帮我做 重点是你不给我时间 那我也没有什么 好好听的话可以跟你讲 老板也补充 光是要达到客人的要求 配料上的预言要花10分钟 而珍珠至少也要半小时以上 才能够煮好 要在10分钟内出餐 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才会这样子回复客人 希望呢不是只有客人至上 也要互相尊重 以上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